今天跟着这本书寻味烟台 《牙舍弹吃》是著名散文家梁世秋的得意之作 作为文豪中的资深吃货 梁先生虽然没有来过烟台 但对烟台菜情有独钟 书中说北平的饭馆几乎全属烟台帮 烟台烹饪记忆远远流畅 明末清初烟台菜进入北京 成为京都菜的主流 炸 溜 爆 炒 在三十余种烹调方法中 烟台菜特别强调火候 建设所谓的生平快意之餐 我在烟台尝到了 芙蓉鸡片 芙蓉清格 爆双菜 芙蓉鸡蛋汤 芳香四溢中是让人垂涎三尺的味道 这座滨海城市每天都在打造 唇齿间的艺术品 吸引着一波波寻味而来的时刻 搅动口音的厨房大师傅 忠厚热情的烟台糖管 书中的温情画面 日日也在这里上演 而笔墨之外 华灯亦彩 今日 烟台的味道 一加浓郁而多姿 像海干深岚 肥美海鲜 飘越到餐桌 平老陈味道 珍羞乳菜 地久迷心 怎可辜负 寻味身相礼 和网红美食 来一场惬意的与会 夜深人尽时 小酒馆里 还涌动着青春的气息 从走位到走心 每一种食物 都代表着一段回忆 铭记着人间烟火里的过往 和曾经 而一代代的传承 是淳朴勤劳的烟台人 对大自然馈赠的 最高建议